所以今天的这个session 主要就是来问我们的MLC Chris & Sean 关于之前他们的房地产的一些经验的 所以 Chris & Sean 你们之前是有尝试过这个房地产的行业的 是吗? 是 以前我的妈妈跟我说 欸 Sean 你去try property 可以赚很多钱的 留意数的 然后我只是听话啦 我听话去看那个property是整个的咯 我们这个要上课的咯? 要上课的 然后要给钱 上课只是考做一个negotiator 还没有正式做一个real estate 还没有真正做 那时候要做negotiator要给多少钱? 哇 有几百块 一个人要? 应该是六百没有记错 有啦 三百六百 现在该一千多了啦 for real estate negotiator 完了要给整五百到一千块 现在market rate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真正要赚钱 你要成为real estate agent real estate agent 你要上课 不知道要上几年的课 要给一万 然后你又要考试 你要有working experience 不得到四到五年的experience 再去看吧 我可以让你知道 那个过程不简单 也是不简单的 然后 also one of the things 我们有go through的就是要给那个广告费 对 我们没有想到要给广告费 首先你要开一个property guru i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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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至少应该要两千块 一个offer开 然后两个 你又要开两个 然后你又要另外在别的地方打广告 你看啊 一个打报纸的广告啊 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广告费 600块 for两天 而且是一个地方费哦 还没有算 如果是其他地方 你自己想象那个广告费是很适应的 所以真的是很适应 我们做property 我们还不久 六个月 六个月我们的广告费多少钱 哇 我真的知道 我就是每一天 我在看着我们的saving 就是这样一声 对 你跟我自己讲 我最终可以那六个月 没有income哦 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 不是想象做的那么简单 听是很像很爽啦 啊 人家讲也是吗 叫很爽啦 但是做的都不是什么想 是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real estate negotiator 是 middleman 他们有一个buyer 经过real estate negotiator 找一个seller 可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eal estate negotiator 找到一个buyer了过后 因为这个seller 他们不要给那个费 对 他们直接contact the buyer 对 不用那个 middleman了 是 所以就是很多agent 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浪费他们的金钱 so it's a waste of time so this is our experience 对 在六个月 我们答案六个月 在六个月 我首先 我们赚了多少钱 我们赚了多少钱 总共赚了六百块 六百块 可是广告费花了整两万 是 还没有算上课的钱 一大堆 所以 讲着那时候 哇 真的很吃力咯 然后定自己啦 哇 我这样子可以耐鸡酒 就算你cost了一单 你cost了一单 的sales 假设说是 你可以赚五六十千 但是 不代表你每一个月 都可以这样子close的 你close了一单 你可能是一年了一天 即使你close一单 那些啊 我卖了一个property 三百千 可是 sign up 那个loan不 approve 也是 loan不 approve 不要紧 loan approve 你又要等六个月 八个月 这样子才达到你的tonsion 所以真的是 卖很多啦 所以这个是我们遇到的 就是 就算你cost了到的sales 不是说直接马上给你的 你还要等三个月 六个月 甚至有一些人 等八个月到一年 才被release payment commission 给你 叫我问你 也是没有个保障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人看property 可能他样样喜欢 可是过后讲 哦 这个不是我要的供水 也是很勾力 所以我们就是遇到 这种种种的问题 但是 我可以跟你讲啊 刚刚你开始 你可能跟你朋友讲 你是做property 全部人讲very good的 他就跟你讲 你要把它卖好你的地 你知道吗 因为广告费哦 不是他出 是你出 啊 所以这个是我发现到 过后我觉得 不快这么久不来找我 原来是因为 他们要我帮我打广告 然后过后 最后也是 直接deal buyer 然后我一分钱都没有 或者是 就算如果有 跟一个partner deal也是一半的 我们的commission 外表看到美 最终 还是不是 想这样怎么那么美 对 哇 这样子都蛮消耗时间 一下哦 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 想要问一下 其实在这个 Wiki Trend的平台上 你们的体验 又是怎么样的呢 教育简单很多 对 真的是简单很多 又有系统 我开始 对我啊 我讲我的想法 我是不会做的啊 不会做生意的 可是幸好 Viki Trend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我只需要跟着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走 就可以了的 在我们的第一个月 都赚了整8千块 而第三个月 已经差不多 算2万了 所以我最喜欢的 就是step by step 但是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是教育 因为我本身有两个孩子嘛 那时候我想到 我孩子又自己 都是在读书方面 制成的问题 所以我看到 诶 不只是可以帮我自己孩子 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是寻找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跟一个这样子的solution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到 哎呦 还要想人呢 我们讲话的什么 再穷都不能够 穷教育 对 所以这个我很认同的 那时候我想到 诶 又可以帮我孩子 又可以帮我自己 又可以帮身边的朋友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样子 还可以赚起额外收入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又是时间松动 它不是说 你一定要fix 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意思 额外我觉得是很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 身为一个女人 尤其是女人 如果你本身是女人 真的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又要赚一些钱 但是又不要被绑住 我觉得 这个是最好的行业 因为你又可以帮你自己 时间松动 而且赚一些私宝钱 这个是我可以给的 提示啦 OK 也谢谢Quiston 以上了今天的这个时间 分享这么多的内容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的话 也可以like跟share给你的朋友们 我是Ester Chang 在下一个video见到你